你很機車耶你 你光是站在那都不想辦法 你打電話啊 你剛不打了一輪電話 現在有誰嘛 你講啊 你小心一點好不好 我不是說這邊收訓不好 等一下再打嗎 你自己就偏偏要跑到路中間 去攔車 這樣很危險耶 你知不知道 萬一你被車撞了 我是沒有辦法 送你去醫院現在 你幹嘛詛咒我啊你 我也被嚇到啊 沒有安慰我又送來罵我 我不是在罵你啊 我是在關心你 我們十幾年來相處不都這樣嗎 什麼時候變得我們沒有默契 我幹嘛跟你有默契啊 你又不是我神 我是你 講啊 那你希望我是你的神 你不要用問題 來回答我的問題好不好 好嗎 好嗎 那你生氣是不是代表你在乎我 我不要一次會答兩個問題了 所以 你生氣代表不在乎我 你哪來那麼多問題啊 你真誤過我嗎 你有幫我當過女生看過嗎 你知道所有的女生都希望 都希望被被捧在手掌心上 我一直把你捧在手掌心上 我怕你餓 怕你累 怕你痛 但是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去表達我的感情 我怕被你笑被你拒絕 難道這十幾年來 你真的都不懂嗎 你有說過什麼嗎 我要懂什麼 我說了 那天在海邊講的都是真的 那是因為你跟陳韻蘭的賭注 也是我的賭注 我把這十幾年來 對你的感情全部賭下去了 所以如果陳韻蘭沒有逼你 他就不會講對不對 我會有那麼鬧嗎 至少你弄得我十幾年 為什麼你就是不相信我講的話呢 我要怎麼相信你 我就是因為太太喜歡你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分辨 你哪一句話是真 哪一句話是假的 自言自語 你這樣子要證明你不鬧是不是 我這樣正在證明我喜歡你 迷失這瀏海天散下來 獨自開瘦牌 我一直壓抑我對你的感情 那是因為我認為 你會有更好的未來 我不想耽誤你 讓我深處在 但是自從那一天 在海邊 我跟妳講我的感覺以後 我發現我對你的感情 已經收不住了 剛才我那樣聞你 不是不尊重你嗎 所以出去徘徊來的 我知道這樣講可能有點蠢 但好歹我也是個男人 我也會幻想聞你 所以 避忘的 在時時刻刻裡 拉扯 迷失 想你的定命 Love you 接電話 天啊 這種感覺就像看電視 突然被別人轉台一樣 陳玉蘭 找不回 玩不過你現在 你趕快接啊 說不定他有什麼急事 喂 幹嘛有事快點假 終於痛了 我是要問你啦 你是要不要回來啊 你不回來我要鎖門囉 鎖門 這種小事情也要打電話來問 你自己做主就好了嘛 好 脾氣那麼大 有鬼喔 你在做什麼壞事 那有什麼鬼 什麼事 我剛剛 我剛剛在當人家的心理醫生啦 啊 誰的心理醫生啊 就逸聯啊 逸聯遇到壞人啦 啊 壞人 啊 喂 喂 是我啊 你們現在進展得怎麼樣了 搞定了沒有啊 這批工人比我想像中的 還要熟練 兩班輪志的話 頂多再一個禮拜吧 我想來學理 就可以順利的開幕了 對了 你要跟我確定一下 你返台的時間 我好安排一下開幕就會了 你說你這一百一眼 到底是像誰呢 我打電話來是要問你 安理追到了沒有啊 我刻意安排你們一起工作 又住在屋簷下 怎麼可能會沒有進展呢 你是想要好久成夢底 自己慢慢享用 還是手腳太慢 讓人結束新燈啦 我跟你講從小就這樣 喜歡多你只敢看 不好意思拿 總要我出所才行 媽 我告訴你 安理跟我這麼多年 我太瞭解這個女孩子了 她個性單純 應該是不難追的 除非你比她還心軟 要不讓我重新把你正宗的介紹一次 只要她知道你是我兒子 不會不會有機會的 媽 千萬不要這麼做 我是說真的 而且感情的事 我想要順其自然 除非安理她的心在我這邊 不然她就像個逆風的蒲公影 沒有辦法落差 對 做生意呢 你就知道要想盡辦法 為什麼一談到感情 你就這麼隨緣呢 那種一手交前 一手交後的生意經 怎麼可以套用在 不有自主的感情上面呢 我告訴你 這兩件事 其實是根本差不多的 不要在適當的時候 用點小手段加把勁 對方才逃不出你的手掌心 老公 你要知道 談戀愛是個多麼高智慧 動腦力的事 自尊心先各一邊 這跟我對感情的堅持 跟自尊心沒有關係 我只是想要等安利 新感情而已 好 就你這個速度 我想要做阿嬤 等到什麼時候 那老總 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跟安利說 我是你兒子 就算能瞞掉了多久 公司又不是沒人知道 那至少等到看幕久會之後 再說吧 知道了 對啊 陳小華 你真的嘴巴很大 你剛剛把一連事 跟陳韻來講 他就是不要大家擔心 我就會一時 突然不曉得要講什麼 你就說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 說我們在一起 然後說我們那個 不行嗎 很丟臉耶 這樣有損我哥哥的形象 好 不會 你幹嘛啦 你不是說跟我在一起很丟臉嗎 那就不要跟我走在一塊 我的意思不是講那個丟臉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大半夜在那邊推車 哪有男人出來約會 騎車不加油的 這樣搞得很丟臉嗎 拜託我認識你到現在 你講得覺得很丟臉 是多到數不清好不好 如果說我真的要去做什麼丟臉的事情 那絕對跟你有關係 幹嘛講到我身上來啊 好像我人很蠢的樣子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我陳曉華 如果真的會去做什麼丟臉的蠢事 那絕對是為了林安利 絕對沒有其他人 好啊 算你會凹 可是我真的不想要再退了好累喔 好了好了 那我再次為了我的愚蠢 向你道歉 瑪莎哥說前面不遠就有加油站了 你再退一下啦 不然的話我們可以來蔡登明 或者是玩成語接龍 你才不要啊 這都好無聊喔 不過如果可以讓我罵罵你 對我做的壞事 我可能精神會好一點 幹嘛罵我 我為了你也做了很多好事好不好 你都忘記了 忘了 不然你說來聽聽嘛 你記不記得 你摔斷腿的時候 是誰背著你上下學的啊 我當然記得啊 就從那一天開始呢 教官就把我給你這個流氓學生 算是掛的 之後有事沒事找我查 這還有什麼好事啊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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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一遍 過來 你不好查一下 拿來 拜託 我那時候為了你 是每日日行一散耶 教官貼我標籤 這我不承認 換你講了 我要講啊 我想到了 我這一件事情呢 才真的是無怨無故好不好 你記不記得你沒錢吃飯的時候 都是我請客的 我喜歡 愛愛你 所有在認識的你 想你 想你 你是我的每一切 我一心隆隆不教的你 我一心隆隆不教的你 妳該不會也忘記了 妳跟妳媽吵架離家出走的時候 是我收留妳的 我怎麼可能會忘記 那天晚上呢 我跟妳媽一起睡 她打呼打到我根本就沒有辦法睡 那也算救妳一命好不好 免得妳被妳媽打罰死 說到救命 妳這條命真的是我救的 妳記不記得有一次 五個壞學生打妳一個 要不是我去找教官來救妳的話 妳現在根本就不可能站在這兒 原來是妳啊 誰說我會打輸的啦 凡是妳去告狀害我被氣個大過耶 拜託那是我人生第一個污點 陳曉華啊 你真的好不懂得感恩耶 你之所以可以站在這邊跟我抬槓 是因為我救了你的命喔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要心存感激 跟我磕頭道謝 是 是 是就磕頭道謝啊 是加油站啦 加油站 Yeah 我們當麻吉可以這麼的快樂 如果我跨出那一步沒有成功的話 是不是連麻吉都當不成呢 你覺得我們今天聊得特別多 滿多的啊 光是回憶不可以吵多久 你知道嗎 今天我講的那一些 我全部都記得喔 一樣都沒有忘記 所以我想 妳應該知道 我是真的喜歡妳 喜歡跟愛又不一樣 我也喜歡妳啊 所以呢 所以才跟你當了這麼久的麻吉 可是我們真的愛彼此嗎 我都告白了耶 所以我當然是 當然是 愛妳啊 你看妳 喜歡可以這麼簡單講出口 可是愛卻這麼困難 沒有辦法 麻吉當太久了嘛 我多練幾次就會啦 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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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 在我們在一起那短暫的一天裡頭 你都不會覺得怪怪的嗎 哪裡怪 我那天一直在想 我們真的在一起了嗎 如果我們兩個真的在一起 那我對你講話態度應該怎麼樣 是一樣像原本的麻吉 還是要像一個女朋友 然後我又在想 陳曉華 如果你交女朋友的話 你會希望女朋友怎麼跟你說話 連我自己跟你講話 或者是你跟我講話都覺得 你不太像我的男朋友 反正我覺得想那麼多 到最後咧 我們那天講出來的話 還不是我們兩個彼此最熟悉的模式 沒辦法啊 就十幾年那麼久了 當麻吉講話自然就... 所以啊 在我們想清楚 我們到底是 習慣 喜歡 還是愛之前 我們就暫時先當好朋友 好不好 暫時當好朋友 真的喔 嗯 真的 陳曉華 你不會吧 這麼小氣 追不成當女朋友 就連朋友都當不成了 我哪是這種人啊 我們麻吉都當十幾年了 沒再差那一點時間了 你什麼時候想跟我交往 你慢慢想 我會 我會等你答案的 嗯 這一點我相信你很有耐心 晚安